我们来看到独头条看世界 首先要带你看到的是华盛顿邮报 美国联邦政府正面临着债务违约的问题 一旦解决不了的话 那么政府恐怕会关门 白宫官员和民主党人士都在等着要看好戏 他们试图要重演1995年和1996年的状况 利用舆论去反对共和党 让共和党输掉2014年的选举 好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联合国大会中 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原本欧巴马政府试图要让伊朗的新总统 罗哈尼和欧巴马见面或者是握手 但是最后呢 伊朗是以情势过于复杂 拒绝了这项提议 罗哈尼呢 同时也在联合国会议上 宣扬伊朗有权进行又浓缩 并且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 那包括呢 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这被美国认为是在好不容易建立的 和谈计划上踩了刹车 好 这次看到这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好 镜头再转到英国 英国卫报 英国工党李秀米勒班 24号大胆地宣布 如果呢 他赢得大选 他将会冻结20个月的天然气和电费 这让六大能源公司非常的不满 发布声明 表示呢 这种措施会让英国走上加州的后尘 甚至不惜要以停电来作为威胁 好 最后呢 国际前锋论坛报的报道 这是震惊全球的肯亚购物中心枪击案 昨天肯亚总统宣布事件已经落幕 总共击毙了五位武装分子 并且逮捕了十一位嫌疑犯 尽管如此呢 就在总统发言没有多久 有一群自称青年党的人表示 商场里头还有他们的盛战士在抵抗 事件也还在进行当中